当如何读诵经典,才能识之收益,是要边诵边解吗? 亦或一诵到底,亦或先解再诵。 有意思喔。 有的人讲说,读经的时候都不要一直念下去。 所以我就讲说,那你去念报纸,还是打着念。 这念不懂。念那个,还念那个,反正都不懂。那干脆不要念。 好,那你说要先理解。 像我喜欢读经,我诵经比较少,因为我经常把它找到的。 但我喜欢读经。那我一般读经也不是这样读,哪知我自己没诵,我也不是这样。 我比较不习惯这样一直念念念念,我不不喜欢这个。 我就常讲说,如果诵经应该是怎么样? 你当然,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诵经? 是啊。 所以我常提一个提示啊,手提起来,右手提起来,右手提起来。 摸你的头,照个牙。 你就照着做就对,这样就有用。 你说,手提起来。 我不是这样讲的,不要跟着我念,不要跟着我念。 你好笨哦,叫你不要跟着我念。你好笨哦,不要跟着我念。 哼,这还好我无常乃义狗,或者脑冲鞋都是他们。 因为他们听起来叫你,依教奉行,你就是早着念。 是,用提的提起来。 对,你很乖哦,真的是依教奉行。 所以觉得不得其意。 所以诵经的意思,当然是反复熏修。 我们不是讲的,依不依于吗? 读经当然也一样,是依依不依于啊。 你不能老是在文字上,你应该得其意嘛。 那问题是,意有很深嘛,所以没关系。 可是至少你现在听懂表层的话,那随你懂多少, 你的心配着的经典去转。 所以一般上地藏经,诵什么经,都应该要顺那个意。 或者你这一趟经,大概作用不大。 所以我经常有说诵经,尤其我很喜欢诵波子经。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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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停了。 呵呵呵呵呵啊。 为什么停呢? 好像就抓那个意念,就想安住在那个意念里。 所以有时候念念念,就想,念念就很想把它停下来。 就念念念念,就停在那里。 因为有时候,文字啊,当你不再送的时候,好像是在调整你的方向,调整你的念,调整你的,对,对,对。 他目标锁定安住 就像那个修舍摩达也一样 修空观也是修舍摩达 刚开始有没有分别?有分别 不过那个分别不是毕婆生 他就在搜索目标 即便是空 我们修空刚开始也是舍摩达 不是以下间毕婆生 也不是在马上观 他先取空意 对空意有一个圣经一个认定 然后心就安住在空 所以以空修什么的?可不可以?也不可以? 那就刚开始有那些篮图在这里 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你要读经验读到最好 最重要的是顺问的文 所以有时候速度 当然跟大家送 送的速度要看大家 所以我说有的人羌慕尼 真的羌慕尼 读长法器的人一定要很进行 因为不然你会动到人心 因为我好奇是 是碰到有人敲法器敲得很好 而诵经的时候 生了蛮大的法器 那反过来 可能因为你敲法器 让人家很苦恼 还好我法器不太懂 你敲坏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要乱敲就好了 那个结拜乱了 那自己咬敲座位 我大概也不太清楚就是了 所以很容易被胡弄过去 不过也因此比较没有动完脑就是了 可是稳定很好 那你就随着稳定之观 有种好处 有种好处 不过我这个诵经不是讲 今天送一本 看什么 你弄到最后 你自己根本一开始 你根本就不恭敬了 你这个经诵 也没有对你的身心沉浸多少 也没有洗涤多少 那没有意义 你不如把这个身心调整好 依教奉行的心 所以我才讲说 诵心好像是在诵那个心经啊 设例子 你就改为大 大是诸华空小 不生不美 不够不紧 不真不浅 事故空中无色 无瘦小心色 对 大啊 就这样啊 就当作我跟你讲啊 是是是 我地听地 地听地受 依教奉行 是诸华空小 那 无言而彼此生意 无言而彼此生意 我这样这样的动作 你就会听进去啊 对 可是你无言而彼此生意 我这样会想 有没有言而彼此生意 有啊 我在看啊 没有 无言而彼此生意 所以你如果够慢的话 够能体会 你连向观 那我现在言而彼此生意 但彼此是广相所生 无言而彼此生意 以彼此生相为主啊 无言皆难事 无一世间 无名以彼此生意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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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时候 你诵经就会很欢喜 我说你这样敢论间计数 你干脆请共督生就好了 对 对 好 诡或有更实用之方法 请法是教导考识 请拜主 中王子 诵经 因为我最初上 第一个有人拜经 因为他就拜那个评 他以为我因为他是法导 那我这样不要拜金 我诵金 我读金 我解经 我心金 对不对 那我解经不就是读金 你看 如果要送 我们这一瓶早就送完了 可是我们这一天才没讲多少 可是 我们读多少啊 那你看啊 你现在讲五场经 我到你这火仲场 那一看 可是送了几篇 对不对 看到一个人断棋 这不就是五场经 所以有时候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经典的意义 诵金的意义 那我们就往这边去引导 你就知道说 用什么方式 能更容易让你的心跟经典所显得意义相应形 这就是诵金的意义 那就是这样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带着你诵 有时候带着你修 这个才是这样的 帮生之罪如何确立 若表达个人之见解看法 错觉不是推崇之意 是否变成帮生 要看有时候不能这样 因为大家不能有些东西都不敢讲 不过我们帮的意思 里面有 当然有时候比较无知 但我们也讲到帮的时候 因为什么叫帮 你觉得不实在 至少有个不实在 不实在 不实在的话不要讲深了 任何人都不能帮 为什么 你扭曲人啊 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很糟糕 这个很典型啊 尤其这些政治人物很不好的示范 轻易的用另外一个角度强压人的动作 这个是很不好的 连起码的道德这些都没有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因为有毁谤 你要让毁谤一个人 让一个人很难 这个伤害有时候都很难恢复的 所以这个毁谤 所以我们讲帮生 最主要是 第一个 你扭曲的事实 那扭曲的事实当然这个毁谤 对一个人觉得伤害 不要跟我讲深 那为什么帮生的罪过大 因为有人因他得度啊 你一帮 他不是因你对吧 因为为什么 这样比如说菩萨界 有时候容许在家菩萨可以做 为什么出家菩萨不能做 因为出家菩萨 另有许弘法师的像 他有那个三宝像在里面 那这个像在的时候 如果你对他伤害 会影响 所以说 在家菩萨可以做 出家菩萨不行 因为你不做他 虽然有小损失 但你做他会有大过失 那我们请奔良亲众 你还是维持你的身相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说 臭小不是推崇之意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你在乎是跟非呢 还是在乎其他的价值 有时候 小事小非 会违犯到大事大为 比如说 我们在乎的这个过失 可是像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不谈 因为我知道 这个过失 是你个人的 但如果今天正式的跟你谈 别人受影响了 那可不是 那是很多人受影响 所以这时候我就不谈 但如果发觉这个东西对他有利 要不要谈 要谈 因为这是一个 因为在佛法里面 有些对错还是要清楚 因为我们 我就讲过 有些对错 我们无法失足掌握了 那不是无法失足 然后就不决定了 像比如说 你现在 请问你过红绿灯 你也不敢确定是对啊 对不对 我就讲说 上次有一次有个地方 我绿灯过去 对方也过来 我就喇叭 一直 哼 我说你太可恶了 结果不但这个过 下一步也过来 我说 太离谱了吧 我已经喇叭一按那么大 结果是因为两边都绿灯 哼 这下你也不会知道 红绿灯竟然有两边都绿灯了 好 即便是有这种情形 你是不是还是尊重红绿灯 是不是起码在世俗地的分别要有 或者的话 无常修行 你就变成怀疑论者 什么东西都不定 什么都不定 那包括 如果把这个不定 那个不定 到现在 我今天要不要吃吗 不定 我今天能不能讲啊 不定 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善事 不定 我今天要不要诵经 不定 因为什么你都不能确定 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今天碰到一个人 我常举一个人 他是不是众生 不知道 很可能是菩萨 但在我的内心 他是众生 所以我就忠实于我现在的心情 但同时我也知道法无定法 一切法 但是因言所生 我践踏众生 其实是我的众生情 那既然有众生相 我就度这个众生相 所以到最后直接收益的是自己 那也许也收益到他 利益到他 但我知道说 就算能度所度 其实也是因言所成 我但顺其因言 顺着善法修 是不是 要不要分别 当然要分别啊 不然这样的话 整个都乱掉 修行路 我们讲诸欧莫作 众善奉行 就没得修了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分别 但我们要想 这个分别所达到意义 有时候为什么忍着不谈 就像我们在谈那个虚声 虚声也是啊 佛如果当初就给上 你不要来道法 你如果在乎这个思维 你就少了一个罗汉 不是吗 因为他不在乎这个思维 他在乎的另外一点 是吧 所以有这样东西 谈事谈亏 有时候 我这样讲说 没用的东西不谈 谈的就是有用 不要执着表面的对跟错 有时候在乎第一层的对错 往往伤害第二层的大是大非 那你能关照到哪里 尽力观察 就算你做不对 至少你当初那一对法性还是有功能 是吧 这一点一定要留意 是以放生有受你并没有放之一 只是有时候不要抉择 因为总是要抉择 是不是 我们今天在佛法里面 其实也有这种东西 只是说 面对属于生的部分 经常会交给生团主理 因为有些建议我们不懂 我们会以为他有犯 其实他没犯 因为会以为他犯这个 其实不是犯这个 是犯另外一个 那一弄错的时候 会把他混乱 除非世间人的法律 因为你懂这个法律 所以你可以用世间法律去判断 可以处于词语 无生的戒法 这个有些人如果你没学到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什么因缘 所以有些东西专家的交给专家 那至于我们简单的道理 我们就我们所知道 该离亲的还是可以离亲 因为如果不离亲的话 像我经常碰到 尤其这个时代很多东西 你跟他讲说不能谈 其实你不谈 他信心无法恢复 有时候我会讲说 他找到可谈的 我让他把我们来谈 以前有一个我们讲 当资客师的时候 因为我是老资客 那个新资客 碰到一个女众局势 那个大概也是很有才能的 他很想学我 就这样晃晃晃到寺院 他就一直埋怨说 我叫做我们这样 大家不知道碰到什么 那个新资客 碰到怎么回答 我看到这种情形 我就喊我 他们就找我这个老资客主序 他说我有怎么样 还不止这样 更多 而且这个都是在我还没出家的时候就知道 是的 那你怎么敢出家 我又不是为他出家 那如果大家都好 还要你来啊 就是你们不够好 所以要你来 那这一位 人世间就这么多烦恼 我是为了解脱烦 又不是要倒闭烦 是 所以我干脆就拿到一个 我说我还没出家 就碰到这些事情了 还有更严重的 哎 是并不一定讲 那你坦然面对 他说 这样 那就才愿意去 你一直回避回避 你只能压抑他 你真的能让他理解吗 不能理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人 因为假如我们有时候在谈世费的时候 其实是顺着自己的世费性 并没有一个好的法性在里面 没有正念 这个不要谈 就算你看对 不要谈 为什么 以己以仁无利益 像有时候即便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也不谈 为什么不谈 谈这个 谈完了 你现在谈破坏以后 你一场的机会 因为他跟你就接触了 以后你就连度都不能度了 因为他跟你就对立了 是不是 我们就等嘛 等完了他说 你不错啊 我很喜欢听你的 我讲到说 我告诉你 记得以前啊 你那个啊 其实那是不对的 他说 最好 你不找跟我说 我心里讲 找我不能说 现在可以说 以前不能说 是这样 既有六道轮违 但经过隔阴之谜 隔阴 阴间的阴 隔阴之谜 到底是谁在受苦 到底是颠倒心在受苦 我只问你 梦中的人被蛇咬 是谁被咬 谁咬都会痛 那只蛇 那只蛇就是你 不是吗 你梦中你躲到洞里面 那被洞中的蛇咬到 请问是谁 那蛇咬到 是那个躺的人 那个躺的人 为了要起幻想 就幻想一个洞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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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跑出一个人 你 那为了要让那一个颠倒成熟 还要找出一个蛇 变一个蛇 那让蛇靠过来压了你 还要痛一下 所以这样剧情终于 the end 那谁 那谁 你啊 是不是 格言之女 到底谁在受苦 你啊 你自己 你那个颠倒性 也没有我 所以 若无受证悟我 为什么 受就是我 并没有谁在受 受就是我 因受执着我 因我肯定受 就因为这两个颠倒 彼此在增长 因受增长我是 因我执取受 就一直在追逐热受 在追逐热受 感到苦受不苦不热受 那由这个来增长我 因为有我就喜欢热受 又一直在追 就这样 觉得你我越来越讲 其实谁在受 颠倒在受 没有人在受 每物皆典皆忧 人就很好 人生短暂 当如何抉择 能令自己受益之经 而习之多读 读到最后一个很受益 就先来了 当然假的有三四识的话 就能帮你一条 看你的习心 那有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 你多看 你说这样 没关系 相信知觉 那会不会做 当然很多会做 但又如何 我能读这个 没感应也不坏 那一般来讲 像我们来讲 因为多看看看到 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个性在那边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太 我有时候会 有一些道理 有时候我会问你的知觉 你的知觉 你的知觉 所以不是那个禅修 叫你说 哪里找禅修 没有一定 你去坐这里 坐那里 哪个地方你不要安稳 你有一个坐在哪里 那每个人八字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吹风 有的人怕疯 不一样 有人喜欢这样感觉 有那个感觉 不一样 所以 也不大一定 所以 哪部经感受 就是你能让你读的这个经 内心很容易产生决定的认知的 连心容易跟它相应 那一边就是 好 修道人如何以世间拿捏好所谓的世间善乐 以处世间善乐 请实例说明 实例当然很多 不过我们来问一下 你跟我定义什么叫善乐 你站在哪个平准 比如说赚钱 赚钱是不是善 那请问你要赚哪 到哪里才合理 你赚多对方就亏多 那么不赚就万里亏 多到哪里少到哪里 不太清楚 是不是 我希望我赚 当然我的产品很多人买 当然是就你 你也是合法的啦 可是 我们经常很难定出一个所谓的 合理的利润 很难喔 是不是 真的很难 是不是 你永远认为这个利润是这样 可是在买方不认为 所以在整个世界里面 是不是有得有 是不是 所以达到你高兴我高兴啊 可是实际上这里面 彼此都在计较 这个 你在某方面 你在满足你自己的时候 其实在某个意义 是在夺取众生的利益 不是吗 本来就是这样嘛 我希望多他就会少 我拉高 只是他也满足啦 可是在你来讲 就是说我拉高 就是他口袋的钱 会多一点到我的口袋 不是吗 还是说我做得好 他就会天上主动会掉钱 也不伤害到买者 一定是 你这边拿得多 那边就失去一个多嘛 是不是 事件事 那我们一样的讲究说 什么叫伞 请问大人是不是 请问飞机 按表操课 定位的一定让给定位人做 是不是 有的人就是定到 结果被人家强拉下来 很生气 结果没多久 看到飞机栽下来 说 好利家栽 有没有 有啊 真的化身在我这种名字 他就无缘无故 那个位置就被人家拿走 他就很不满了 可是又能如何 人为言轻 那句话 忍耐不能沉寝 结果飞机一掉下来 他马上 那个高兴 大概也换一换回来 可是这怎么 不清楚 是不是 对你来讲 什么叫伞 好 那有一个人 所以像有的人 他会有一种变化 所以这个善 第一个 如果这个善 我们在佛法里面 善如果能顺应今生 来生得利 乃至能享受烦恼 叫善 能更究竟你就更究竟善 所以有时候是什么 有时候是这个时候叫善 那下次就不好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读高中了 可是你动不动 就是拿小学的算术来练习 当然每次都一百 可是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第一个你做这个 第一个你不会进步 你会觉得你难为世界 所以这时候不叫善 可是对小孩子来讲是善 对 好 以我来讲 当我们一味的不能用出离心来行善的时候 如果用世间善心来行善 其实是有违背你现在的身份 因为如果你用世间心的善心来行善 活脱当初不会出结 因为他当国王最容易行善 是 那如果现在我用我这个身份来行善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不接受公粮 我们要自力更生 二 你这个善是顺世间 但不符合你的结 为什么 你如果神这个第一个 你在赚钱虽然叫自力更生 你不精进于道业 你其实是以善法精进 以世间法精进 以初世间法叫谢丹 你们知道 所以要不了解真正善恶的定义 你核心的善恶 越相以实相者为更究竟善 所以以善觉者 就是一一了义 不一不了义 这个才能懂 我说到最后 你以为我这个善啊 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很大声 我们自力更生 弄得到最后变成大家必须要自力更生 错了 你这样弄的话 把赤灰弄缓了 其实真正的朱家人是不经营事业的 所以没有满满 他就基督公养 基督公养好凉喔 你凉不然你换你来 我蛮乐意的先洗完凉 就过来 不然你注意啊 你们早上起来 现在正冷的时候 要起来送进 我们这里好几个月过来 你以为真的很舒服啊 三点多四点要改在这边送进 然后再赶回去 你们还几天呢 你也出的家是天天 这头都还没洗 一座人做到头位 有时候又很难跟老板针 这没那么老子结婚 这个又很难 是不是 你只要一直忍下去 你乱吃看看 所以很多人 你来 你为什么接受公养 因为你有修到接受这个 你这份忍耐 这份精进就在接受这个 那你只有用这个更精进更殊胜的法 回馈众生嘛 是不是 你不能说我天天扫地 你要问总统 你怎么没扫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那个总统 最近说搬家里说自己搬 我觉得很压抑 我选你来搬 那我也可以当总统 我听说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如果你这样 就很避免太虚伪啊 该做的 你做你该做的 我们做应该做的 更救各位 不要去做这种 我们觉得很乖 我们要你管理国家大政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搬家 那这样 是不是 因为你有很重要的智责要做 你不能去浪费这些事情 觉得这样吗 要很清楚 所以说善恶 我想就这个道理 大概也就很清楚了 所以了解佛法 要没有证件 你还真的不知道哪个善 你还以为就昧着书 就是以为在修善 你还很静静 不是 懈怠 是懈怠 你说你天天睡 睡得清楚 你没有忙吗 瞎忙 谁静静 我 我一天睡十个小时 起来 拼命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 一天忙到最后 因为没功夫 没技巧 产生的那个产值有限 有的人就躺在那里 一起啊 一扣一下 一脉 比你赚一年还多 不是吗 他就喊喊的在那 等等等等 就这样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对啊 可是你就看不到 他就看得到 就这样了 不能用这样看 因为啊 一个人的智慧 一个人的东西 他起始所得 所以智慧意识善 其实不是公平的 不是公平的 很多东西都是善的意念 都是善的 所以如果成就更究竟严满 这才就是善的 再过来 开路的人会向他人说 他已开路了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佛陀他说 我自知不受厚远 他会讲 那佛陀也跟他讲说 这个人不气狂 所讲种种六种解脱 都真实 不卑陀看 讲的看好 佛陀也跟他争了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讲 会开路的人 看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跟你讲 因为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开路你怎么没鼓掌呢 你就知道这个人没开路了 那个悟道要鼓掌那很麻烦 是不是 你开路开路还要人家肯定 你讲说无我的哪有我摆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们赞叹一下 这就假的 是不是 所以一般开路说他已经开路了 你看 金刚经讲 正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都说他无所得 因为所悟的刚好是远离之所 所以凡有悟的刚好是无所得 所以他如果有悟 你有所得 有问题 医事所法不得不说悟 那也要看人 所以如果一般来讲他不会讲 正常不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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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悟什么 是不是 所以有人觉得我快开路了 你现在开着收进藏机 你快玩了 那个一讲他快开路了 我就越担心 因为那个大概差不多了 若说法者台上讲的是头头是道 但所行却是离法很远 如此对信众说服力是否 那就看得懂 第一个 他如果所行已经影响到信众 当然那个就没有了 但一般我们来讲说 在修法当中 有些东西是 医法不医人 不法医 你觉得说医了医不医不了医 因为佛有说很多法 要医了医 不医不了医 要医法不医人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如果现在有一个坏蛋 此情话跟你讲说 走路要靠右边 你要不要 记得喔 红灯要停下来 你要不要停 听啊 就对的啊 待会那边有一个坑洞 你不要跳下去喔 你讲了 我不相信 就下降我说 你怎么这样 我不是 之前讲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就是 我同学 他叔叔是一个神经科 叫精神科 我不知道 他带我们同学去逛那个地方 说精神有问题 然后就突然有一个 问他说 一加一点多少 对方就骂他 闹笨 二啊 你看 你也没话说 让他骂 因为他讲对的 你又问他 他说 连这个都不会 你凭什么当医生 因为他讲对啊 你又真的问他 他也不知道你会 不过他真的也答对啊 我那个同学在哪里笑 吃饱没吃干 被他骂 你也只好接受 你之所以难过 最主要是因为他讲对啊 你要讲错你就觉得很好笑 你看他讲错 他们就这样乱调 结果他讲对 你也委屈也委在 明明他精神有问题 又偏偏讲对 我不得不接受 所以 很有意思 所以能不能说无理 当然说无理 所以对一个要一般人来讲 他能不能说无 他不能说无 可是对真正理性的人能不能说无 还是可以 为什么 道理 所以你看啊 活当初得度是谁 迪伯达多 迪伯达多 迪伯达多就是 因为他知道几句话 他就讲给活听前半季 那活听得很殊胜 他说那下半季 下半季从树上跳下来 我再给你讲 那活就真的跳下来 可是天人就把他接下来 那我们要你呢 你 你就跳下来 那一定是直接做地 因为我当初也没有想谁会接 那是因为天人啊 像我们来讲就是为伐旺区啊 应该是这样 你不要去想说应该有人接 我告诉你 大部分是不会有人接的 那直接就做地了 不过我就讲说 为什么 明明是恶法 他叫你自杀 但他未法 忘群 那是不是多恶 这个人多恶啊 那这种恶人 我说不管你恶不恶啊 我觉得法一法 所以就要看人 那当然如果 对一般人家 听其言管其情啊 是的 就插在这里 所以有没有说 不一定有说有理 看人 那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如果很理性的话 我管你怎么样 到底就做道理 是不是 就像我们这样 跟人家偷那个 商业机密 机密 机密叫正确的 我管你是偷不到 是的 一样的道理 只要有用就好 一样的道理 最重要的是正不正确 其实在佛法当中 每个人的以效要求不一样 那如果能戒情并重 最重要 再过来 平时代人主事 是应该恪守六度的精进 以勇猛的心 坚持自己所知的正直前 还是应该以擅较方法 言华的态度 务必让场面和响 以免有棒子 有棒法的恶劣 假如恶者有冲突 应该坚守哪个言则 坚持自己所知的正确 当然是这样 可是坚持正确 不至于说 一定要很严滑到很勉强 就是技巧还不够 或者说不会 不会 你如果真的正确 什么叫正确 正确没有能管 正之确 第一个正之确 除了表面 我就讲说不是表面的识毁 因为另外一层识毁 我也是知见 另外一层识毁 第一个 我今天除了气力气机 气机也是知见 我今天药 我药好药 也要用对病人啊 不用用对病人 这也是知见啊 也是技术啊 我知道这个药很好 但我今天这个医用药不对的话 这个也错吧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为了维持善调 严滑的态度 务必让场面和平 和响 其实它有它的价值 问题如果为和响而和响 有些东西 不一定和响就有用了 有些东西 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 就有些事情 就灵验让它早点出发生 为什么 呃 长痛不如短短 有些事情我灵验假命 假如机会可以的话 我灵验假命 为什么 呃 讲完了 像比如说有人癌末 要不要讲 有的人就说 要这样它会难受 要是我早点做 尤其是如果我一直 因为让它可以先挫折 然后还有机会去调整 如果等到维持和响到这样 怎么会这样 来不及 所以不是一味维持和响就有用了 要看它的 简单来讲 其实所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啊 都是为了利证的 都为了利证的 所以我们精进 包括因为精进里面除了证见 它会的部分 它还要忍入持戒 要直接布施 要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 这都是该精进的嘛 是不是 所以你因为有证见 所以你会精进的布施 你会精进的忍入 这都是吧 是 所以没有一定 没有 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对立 因为实际上有些东西啊 我们因为知道大是大非 所以我们在小地方 你不能叫你的小孩子 一开始就算危机婚吧 从现在就加减都搞不懂 危机婚怎么算 是 那我们现在当然知道 等它成熟了 就像我之前讲说 圣诞老人 不错啊 所以美国有一个老师 竟然跟小孩子讲说 没圣诞老人 结果就被fire掉 被罢 为什么 这小孩子需要圣诞老人 这时候 你把破坏他那个圣诞老人 因为他以后会知道 你现在讲这个 他真的就讲实话 因为讲实话 被割止 这不是很荒谬吗 是不是 实际上 所以 其实这很多东西啊 我们有时候点啊 所以谁更能见 假如 我现在眼光是放在这里 我思考是这样 我的见解不懂 假如我看这个桌子 我会看到很多面 我看这一间 就会有很多面 我看这整个空间 我的认知会不一样 所以谁更能的智慧开展 智慧判断会改变 你看今生 看来生 智慧观念会改变 所以我们常举那个例子 那个安世高 安世高杀人 安世高被杀 对不对 被杀 他还故意去杀 要是我就说 啊 我跟他有仇 可是我现在因为是有修道 如果被他杀 我被他杀 他会罪业很重 我以前伤他了 可是你那时候是反无 我现在是有道之人 让你杀罪业 就像我们不是的打落牙齿 喝血吞吗 为什么 怕对方罪业重 要勉强忍下来 即使被打 也忍下来 后续吞下去 这样 那可以 但为什么现在 还愿意让他杀 因为我知道来世可以杀你 他就是用上抢 因为下次再来的时候 那个人刚好老 你年轻什么杀一个人啊 那个人就是我的前辈子 真的还是假 真的 他就说 那我带你去看 我现在还要去另外一边死 我真的 然后走入菜市场 就是了 就被人家打架 跟他无关 就打死他 他就警觉 所以 他看到这种现象 就出家修行 对他曾经杀一个人 这个罪业在 但他出家修行的功德 炎炎胜过他 那为了对一个人 暗示高涌两辈子 而且还是被砍呢 被杀呢 那用这种方式啊 所以 善想很多 看这一面 看那一面 看这一面 不同面的思维 判断会不一样 所以有些东西啊 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些人 就说 他做得虽不淫 如果 但以他的因缘 跟他的背景 其实 你应该赞叹 为什么 他已经尽力了 你不要用不同 你倒是用很高 不要准在要求这些 不应该的 好 再过 所以 我觉得你应该试着 就像你最近有一个同学问我问题 他说应该如何 怎么事情怎么做 我说 他说这个职务要不要做 我说做与不做都用佛法解答 他说这个职务会得罪人 我一听就 这个思考不是真言 你纪念这个事情 得不得罪人 从来不是你考虑 是不是能利益人 能不能自利利他 才是你考虑的 你会发现你的得益很不够 做这个事情 不是得罪人 这是伤害人 这时候你不要做 但你如果怕得罪人 你也想要做个烂好人 这不是正念 是 所以这很多东西 是以自利利他为原则 再过来 再过来 我弟子有一位同参赌信净土 非常精进念佛 唯乌等有一不同见解 他说不用功念佛求圣净土 第一就有份 可是弟子喜欢读诵经典 亦非常相应与阿弥陀经 弟子亦读信读诵大圣经典 可以不堕恶趣 且永不退转 对他念佛我随起赞叹 可是念佛的人喜欢逼着人 在认得念佛 所以如果你讲的是实话的话 你是真念佛者 因为什么叫念佛 把净土音念出来的叫念佛 把净土音念出来才叫念佛 所以大圣经典是净土音 赞叹别人是知见土音 逼迫别人是会土音 那当然是不是真的逼迫 我不晓得了 不过不要逼 因为实际上 我们为什么在做一些善法 接回向净土 因为我们现在净土有时候走得狭隘 为什么狭隘 因为很多人没办法学法 所以讲得这样 越单纯越容易入手 但真正的因缘俱主人 他应该从很多地方积极进入因缘 所以最大的净土因缘是怎么样 放下自我执着是最大的净土因缘 所以有的人他没有念完 因为他深信净土在哪里 只要我心进国土境 其实这个才是净土原理 所以他们尝试的尽量让自己的心念净 然后以此因缘回向净土 他比你快的去得快 他比你去得快 所以有时候净土弄到最后 不能念这个经 这个时代念那个经 磅火、磅法、磅生 你看功德都还没拿 就磅三宝 有些真的实在是 这不知道谁教的 这个实在是很早 这就是因为他少闻 他应该多闻 他多闻就不会找找果实 所以有时候到最后 有人念火 就广告念火 广告念火 就是一直在念火法门 可是他从来不念 有人是官方念火 以前我有分出 念火有四种法门 那我也很失踪念火 那有的人只在那个法系下 所以我以前有的看到几个在那里 我似乎那个念主这么大 那你怎么直接过来说 我似乎念头真大 念主是哪个念火 结果他们不念火在比念主大 所以他就这样念念头真大 不是念火念很强 而是念头真大 你怎么知道 一点就把它挖苦挖到底 那不是很尴尬 是的 的确实 所以其实他最主要是 成就净土因 所以了解修净土 要知道什么叫净土 净土因是什么 所以我最近刚刚讲完 净土生无生论 如果你更清楚的话 你就知道 如果你能信受这个法 你的净土因应会更加清楚 为什么 净土在哪里 在这里 阿赖耶诗早就有一切万法种子 你如何把那个净土种子给念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更符合 那个因应能触发那个净土种子出来 你不能用世间的妄想去想要触发净土种子 所以说我在讲说 十万亿佛土多元 可以远到道也到不了 可以远到词念完 想念应用居住 所以马上就去 好 再玩 弟子在早晚课的颂本中读到 情与无情同源种子 恳请师父开始 有情的界定是什么 植物是不是有情众生 植物有没有运 植物居然上市我们把它定为无情 能分别的 能认识的 能圆取的 有情嘛 我们叫那个情意识 情意识 那植物没有情意识 也许我们在某个意义 当然这个要细分的话 这中间有很多的 还有复杂的因素 可是现在的众生 没办法去把这个法界 让他很细 那所以说我们也讲说 以初步的有情无情来分 那有些人就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叫有情 那没有感觉叫无情 那这么来分 那为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如果我们以维持来讲 设法有没有离开心法 一去设法种子 有没有离开阿赖耶士 当你阿赖耶士转世成智的时候 是不是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好 你问一下 当你做梦的时候 有桌子有椅子有你有我 对不对 那人你我是不是有情 那桌子椅子是无情 可是当醒来是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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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醒来的那两个 那桌子忘了收 爬到梦中 我忘了把桌子收掉 因为它那两个不会以原种子 是吧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就一醒来两个开悟了 那梦中还有那个桌子晒在那里 想要醒醒不然 因为桌子没有消化掉 是吧 是不是这样 是 一切是颠倒心所生 所以有情无情 借以原种子 就这样讲 就比较轻易 再过 在八四规矩中 提到观义运是 是观义运的共向义 与义运有五运的共向 譬如观色 不是变观世间所有的色 而是色法中的共向义 去破色法所产生的所有可能性的共向 破了色运就破 破了色运就破 弟子初次听师父讲法 师父所说的共向义 是不是就是色是受的色 色是想的色 色是想的色 色是行的色 色是士的色 嗯 有意思 一运中都是如此 或一或二坚错不定 各谁所言 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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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到其 所有的可能性 一迫全迫 的意思 有点像 当然 其实色法 嗯 我们在谈色 因为像比如说 如果你看他那个 于确实际人 他就会谈到说 运善巧 戒善巧 柱善巧 什么叫善巧 就是帮助你认知 无运 无运当中有色运 什么叫色运 就是帮助你的色的阳台 好 然后开始受想形式 然后在看的话 我发觉就是说 那色从哪里来 就是说我们的六根 要现六成 它是依业真上利固 依利 为了成就 我叫五根五成好了 依五根的业力关系 为了成就五根现前 就会有五进配合生 所以见分相分 其实哪有是有 其实并不是有客观的一个相分 而是见分相分 为了要有见分 就相分要跟着来 或者的话 那个见分不叫见分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往往以为说 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进这样 其实当你所见的进 往往是业力 包括其他阴眼 所以业力就是说 包括现在的阴眼 触发你这种认知心 而你的心随这个阴眼去主的时候 会现出尽当你的见分去圆堂 这个时候这个见分的执着业力起来的时候 相分会跟着一起并起来 它才产生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化解就是说 我们了解这个共相 为什么? 就好像说你喝海水 要不要把海水喝完 哦!终于海水是咸的 喝一口就知道了 我常不是提及的意思 这个 这碗面瘦掉了 你咬一口 嗯,瘦了 可是那下一口呢 再吃看看 嗯,瘦了 可是后面还不一定瘦 那吃到 诶!真的瘦了 你们都吃完了 我当时就够奔了 其实吃一口就知道 也就是说 当这个法是共相的时候 我只要观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变观世间所有差别相 因为这个相是无止境的 你观完另外一个相 因为它生生命运,生生命运,无止境 你观不完的 所以你要观什么? 观诸摄运法的共相 不认识设法的共相 乃至到处要观五蕴的共相 好 那这个观 到处要观的是 观到相依在心 所以你看他在讲 受想形式的时候 他说有没有 种种差别 有 有一个 每一个 一个法一个成就 但不能分析看 不能隔开看 必须要一起看 为什么? 拆开来看都看不到 所以他强调 要不要分别诸法的差别? 要 但同时要知道 法性的是相不远期 所以当你不断在看,看到之后 你会看到的是相依在心 我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做空观的人 不是在观察东西 观远期的时候 不是把东西看细了 而是看到它的相依在心 看到这一法经常摄法之所以 不过摄法是因为摄法没有独存摄 是靠众多阴言才成色 看到那个相依在心 才真的能破摄云 要看这个下 所以 有的人 有的人定力不高 观的不够细 但他竟然能找到要领 就是说 我题目不要算得很复杂 一两题我就掌握到要领 从此什么题目我都可以举余完善 有人是不是这样 有些数据天才就这样啊 他哪像你要学那么多 我们没有那个技巧 学了好像很多公式应用的那种 只要稍微题目一转又不会了 但有的人一看定理 马上任何题目就可以把他活用进来 他不一定 他掌握到要领了 所以有些人会读书我听说 像我们都背了很多的公式 那有的人他不背那么多 他就背定理 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智慧 随时就演算出公式来 所以他就抓到根源 然后把那个公式都用这个根源 一次的把它背起来 因为他掌握原理 他就会演算出这个公式 演算出公式 所以他很重视公式的产生 这个公式的过程产生 他只要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掌握这个要领以后 带着这个东西一朝半世闯江户 为什么?其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只要掌握那个道 所有东西都含在里面 有的人就智慧搞到这里 所以也是如此 所以他会看到的是相亦在心 好 这样又一解可取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放置 请喝茶 愿意持功德 福吉于一切 福吉于一切 我的女忠臣 我的女忠臣 皆功成果大 皆功成果大 阿弥陀佛 的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